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来介绍一部神作 神作不神作,我不敢忘断 每个人只能选出他自己认可的神作 基于这一点认知 叛逆的鲁路修是本人心目中上层家座之一 很多人给这部作品的评价非常的高分 不仅仅是因为主角鲁路修有过人的谋略和王者的风度 此作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在于每个人的形象都被包满的塑造 人心的丑恶与伟大 在这里表现得淋淋尽致 所有角色都不是完美的 上次主人公鲁路修 下次路人家一饼 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两面 这也是与一般的动漫不同的地方 不像其他动漫动不动就洗白 在鲁路修的世界 争议的人永远争议 邪恶的人永远邪恶 这种观点即使在动漫界也因是错误的 人心的两面性 真是这不错评的看点之一 鲁路修可以说是正也可以说是邪 从他性格上说 鲁路修和死亡笔记里的月神月一样 不过鲁路修高于月神月 在利用人性方面 鲁路修更胜一筹 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鲁路修有自己最为重视和珍惜的人 月神月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自己 鲁路修有个非常明显的个性 他自己就是个超级没空 对妹妹有着强大的责念 下力重担身亡的时候 鲁路修又哭又喊 你很难想象 月神月会有这种激动 因为月神月在后的只有自己 没有别人 这是他们二人最大的区别 这部动漫和死亡笔记一样 都是看完后觉得未带略成的作品 要于不满的情绪会不时涌上 在看死亡笔记的时候 自己的神经常常动得很紧 会在医院用了哪些手段满天过海 L如何试破这些轨迹 并且学找基拉的真身 感情系在死亡笔记里几乎零 反观 潘尼德鲁路修 感情系无处不在 除了偶像就严肃满满的 感情系被人肯定之外 这部动漫最伪出彩的地方 就是对于战争的描写 我至今都记得 下力重的时候 自己哭得跟跟傻逼似的 潘尼德鲁路修里 最大的对立 并非是一切与帝国的对立 并非鲁路修个人 与布里塔尼亚王室的对立 也并非后期讲的 不清不楚的有关人与神的对立 而是在面对强暴政权的时候 以鲁路修代表的 以二自恶 以暴自暴 和朱雀伟代表的 和平演变这两个立场的对峙 鲁路修 他自负 傲慢 习惯算尽 从没有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只想着利用别人 会到达目的 不择手段 他把幽飞给杀死 又引起大屠杀那里 虽然有意外成分 但还是愤怒的 真的非常恨他 那时候 因为是鲁路修第亚失控 才导致的 决局的时候 他还算是承担了自己的罪行 决局的时候 他还算是承担了自己的罪行 把牺牲的人 受害的人等 所有的人死亡的归罪于自己 不是个逃避者人的人 但你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鲁路修其实替别人而罪 其实的 将世人的愤怒和仇恨 都转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斩断了恨的链条 迎来了和平的明天 后来想要重新研究鲁路修这个角色 才逐渐发现 作者想要治愈这个人物的成分太多 哈姆雷特 亚瑟王 凯撒 甚至弥赛亚 包含着人性矛盾 自我判断 在崇高理想与现实之间痛苦挣扎 正义与血儿的较量 罪与法的新的路程 在某种意义上 鲁路修已经在故事的结束的时候 被抽象成了一种符号 即象成这民主 自由 平等 又强调 人性和反抗精神 还包括宗教中的眼罪与旧事 而在鲁路修的对立面 一个是父王的世俗王权 一个的王兄的精英政治 前一个在当时 我还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不果的君主专制 疯狂的殖民夸张 君国主义 掠夺之言 种族歧视 种种即为 和聚众人一样 深恶痛绝 但是 当时我不懂的是 二王子这部分 我也和其他聚众人一样 觉得他并没有什么不好 非常有能力 和拥有优秀的政治天赋 后来 才逐渐意识到 这类政治家的恐怖 他们喜欢高压政策 用权力集中 和思想控制 来实现国家的和平稳定 还让人民觉得 他非常公平民主 二皇你说 他在和平年代 会是个好君主 确实是这样 在和平年代的人们 的反抗精神 没有那么强烈 只要可以过活 没有什么人会去革命 最多是口头上说一说 然后各自干各自的事情 其实也很难说 这样有什么不好 但是 久而久之会有弊断 国家会停滞不前 民众 产生盲目的大国自信 父王的政策 决定着国际关系 而王羞的政策 决定着本国的发展 这两方面都被 鲁鲁修否定了 所以才到了绝结的部分 在摧毁旧世界体制之后 建立新的国籍 国内持续 一般情况下 一步动换的迅速资源 是有限的 人物越多 气氛分辨越紧张 在特定时长内 冲作团队 要完成情节的解构 在场景中 直入对白动作 融入人物性情 掩埋线索三观 完成激情推进 是一届 做到比说出 要难处的 一个三抵纪念的事情 尤其 在这种 以政治军事为背景 突出 斗争性的故事中 错综复杂的局势 如何给人物 安排立场 和后期立场转换 排名立场的同时 又不让人物 受限于立场 而极端化 人物的复杂性 更不是关靠立场论 最可以体现的 至少这部动画 成功塑造了 大量横向前面复杂 纵向前面 呈现变化的角色 更难能可贵的是 字类解释 还不局限于 出场戏份 最多的那几个人物 横向前面复杂性 俗称 亦正亦邪 有善有恶 惹人争议 常常使得 人物讨喜性下降 因为没有黑点的 二次元人物 更容易受人 追捧并然 分数无数 真音性越大 往往不迎合观众 缺乏而能够实现 作品的多层次性 从朱雀开始吧 一方面 他作为一名帝国士兵 忠心耿耿 何妄从体制内 改变世界 又是一名 安分熟悉的公民 虽然有点欲服 但为了热心肯直 重情重义 另一方面 为了同乡 亲手是父 为了权力 将多次放过自己的 鲁鲁锈献给国王 不论术中 是对是错 做出将得是 便尽失忠孝仁义 这样一个宗教人 也全不顾的人 却在扮演着 政府塑造的正义角色 这是角色形象的两面性 也是人性的两面性 老国王 是不列颠里亚的 最高统治者 曾被观众一度认为 是最后的boss 故事开始时 他扮演着大反派 不论是鲁鲁锈的 个人仇恨 还是他那般 人生来就是 不平等的演讲 无疑让观众 对他心生厌恶 在四神之间时 鲁鲁锈才明白 父王对他的放逐 本就是对他的保护 不希望 得很难那里 卷入自场 V2和马利安娜 引起的宫廷纷争 那保护他 为什么要发动对日战争 恐怕是为了出生 黄昏这一终身大忌 并非是抛弃了 鲁鲁锈和那那里 在回忆以下 鲁鲁锈被出现 送至国王面前 即使 作为让普利塔尼亚 丢进演员的Zero 老国王依旧没有杀他 老国王的理由是这样的 你还有利用价值 可是 这价值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有人说 为了引出戏图 恐怕 要引出戏图 根本不需要这么危险 且效益不高的方法吧 作为残暴的统治者 对也儿女的爱 却是将不形于是 另一方面 他的四处蒸发 是为了奠定四神计划 他希望通过四神 来创造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 虽然这种不真实的改变 从而且毫无意义 但是 他的初衷 毫无疑问是正义的 人性就是这样 任何人都有正反两面 没有丑恶便应称不出伟大 没有伟大 我们也便发觉不出丑恶 吃不动漫非常现实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 人一出身 便带着七宗罪 我们一边痛恨着 那些丑恶的身躯高位的人 一边却又希望 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我们小时候 很怨恶那些很社会 很势力的成年人 而长大 就偏偏做了这种人 后来鲁鲁秀 成为了至高补伤的统治者 全民败福 再也不用带着 接龙的面积 而朱雀却成为了 企划中的反叛者 戴上了G-Law的面具 披上了紫黑的外衣 鲁鲁秀说 你作为真一的死者 将有没有佩戴假面 这样的反转 大家注意了吗 两人最后都到达了 自己的目的 走的却恰恰 是自己当初 所不愿意走的路 也是命令死然 但是 鲁鲁秀 真的死了吗 当初的西图 飞向打众之后 更能回复如初 然而 鲁鲁秀 或许给让鲁鲁秀恢复 这也是为什么 在最后大绝续的十几秒 出现一辆马车 而马车上 坐着的正式西图 而驾驶马车的人 极有可能就是 鲁鲁秀 好啦 以上就是我目前 对叛逆的鲁鲁秀的看法 如果你们想多了解 剧中说些什么故事 你们可以点赞 留言给我知道 你们有什么看法 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